有一次智希跟秉諺 在拍一場親熱戲 那時候在天使教女的時候 他們第一次要親熱要接吻 然後我就在現場 然後因為 你為什麼要在現場 因為余秉諺有老婆 你知道我在現場是親他們就是 推波出籃了 對 然後他們在親的時候 我在那個Money的旁邊 跟導演就說 他們就說不行不行不行 他們兩個就放不開 他們說卡 他就卡給我 欸余秉諺你不要擔心 你就親下去 你們兩個嘴巴跟余依一樣 都硬了 所以他們才放開 說到螢幕情侶 一定要訪問這兩位 他們兩位不只在螢幕上 當過情侶 私底下也是實實在在的 夫妻啊 你確定 但是我們現在呢 是要問世朋哥 他有沒有希望在螢幕上 有什麼CP組合 可是今天其實不太適合問啦 因為他們沒有在這裡 不會... 沒關係啦 因為他的想法 搞不好還比他還多 他講了我現在好意思講我的 是喔 來 世朋哥 你先細數幾個 你曾經跟誰當過螢幕情侶 有那種床系的啊 垃圾的啊 滾床是... 有好幾個啦 那我們就不要講是誰啦 哦 哦 哦 你白痴 你白痴 就未來 未來 還沒有合作過 然後可以成為螢幕實力 其實說真的 我不是在說好聽話 那可莉姐 我也很想試試看 哇賽 你就對了 我告訴你 我都會滾 而且還可以翻 幹嘛呢 他跟哏 哏豪哥的親熱戲 在拍那場戲之前 他就在那邊 說 我不是鬼鬼啊 他在怕凶你 然後正式開始 他們親身這樣子 亂磚 亂磚 我說你在找什麼東西啊 要害羞啊 要哺乳是不是 你不會害羞啊 像你應該很有經驗 我希望你來帶我 像我這種比較稚嫩的 我告訴你 我是真的害羞 我如果不害羞 我還真能帶人 除了可莉姐有沒有 還會 對 除了我還有誰 其實我希望年輕一點的 然後還有 看可不可以比我老婆更年輕的 你這個無恥啊 沒有 最重要就是 對方 他男朋友 不要認識 好會尷尬 對 我就有碰過這一種嗎 還有在同劇的 然後還在同一場 很尷尬耶 有一次智希跟秉諺 在拍一場親熱戲 那時候在天使教女的時候 他們第一次要親熱 要接吻 然後我就在現場 然後因為 你為什麼要在現場 因為余秉諺有老婆 你知道我在現場是請他們就是 推波助瀾 對 然後他們在親的時候 然後我在那摩擬的旁邊 跟導演就說 他們只要說不行不行不行 他們兩個都放不開 然後說卡 然後阿劉 說 欸 余秉諺 你不要擔心 就親下去 你們兩個嘴巴跟余秉一樣 都硬了 但是就他們才放開 記得那個什麼 拋娃蝦有一場戲 就是三個人 對 那時候你們兩個 就是演一隊了 我們 對 我們演一隊 然後我還有一個小四 他是我的小三位 我跟小四在床上 然後他暈倒了 在床邊 天啊 小四又躺在旁邊 我們三個人在床上 然後我就說 這個好刺激喔 那李欣呢 你會想要跟誰嗎 不用管他啦 你說 我這一檔 我這一檔很有目標 你說天道啊 對... 天道這一檔 我很想跟那個 我兒子耶 對 然後我就嫁進他家 然後再爬上公公的床 你都是喜歡一些 亂倫的東西對不對 口味比較重 但這樣說不定收視率也很好 不要 不要找他啦 在家裡看到他 來這邊還要看到他 不要